我的老师在六十年前教悟 佛经是高等哲学 现在我们看到科学家的报告 佛经是高等科学 所以我们要把佛法认清楚 它不是宗教 把它搞到宗教里面 人家太愿望它了 我们无知把它扁到宗教里去了 说的是迷信 一点都不迷信 说的完全是四十真相 这个四十真相到现在才被人发现 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 二十年三十年之后 佛教在这个社会上不称它宗教了 称它科学 大科学家了 佛门这些大科学家不要用科学仪器 也不需要用数学来推论 不需要 它用的是什么 用禅定的功夫 科学确实 数学是科学之母 数学里头 灵的概念 灵 灵的概念 就是净土宗的长级光 就是佛经里的讲的诸法实相 灵什么都没有 它启用千变万化 从一 一到二 二到三 三生万化 能够推算出整个宇宙 数学是科学之母 他用笔量的方法 知道的 那佛是用更高的方法 禅定里面限量是亲眼看到的 你那个推算有的时候还不准确 所以差之好理 也是值千理 不一定真准确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